我們到了西班牙的Grenada 這個古鎮是充滿伊斯蘭文化整個阿拉伯的氣息 阿爾罕布拉宮就是以前奈斯王朝的首府 巴基斯坦的奶茶 那我們現在在西班牙巴塞隆納的機場 等一下我們準備要搭飛機前往Grenada 領我們的登機證 巴塞隆納這個機場感覺蠻漂亮的 它的屋頂有很長的像波浪型的曲線 那可能因為今天是聖誕節前夕 所以有一些店家呢 他沒有開門 那我現在先去這個 叫巴塞隆納的商店去逛一下 這巧克力有一點瑞士的物價的感覺 如果還沒買紀念品的話 在這邊有很多像這些地標可以買 像這個聖家糖 一直都很蠻想買的 但是有一點小貴 還有17歐元 小的聖家糖12.99 還有這個我們前幾天去逛的Casamira 這個Casamira的屋頂真的很漂亮 如果來巴塞隆納的話 建議一定要去那邊走一走 這邊現在完全沒有開燈 也是非常亮喔 這個正上方還有左右兩側都有大面積的玻璃 所以採光特別好 我們現在就準備去登機 微微走空橋就可以直接上飛機了 結果還是要先搭巴士 那也不錯 可以近距離的看到飛機 而且剛好坐到空間加大的座位 腳的空間比一般座位感覺多了半顆拳頭左右 非常棒 而且窗戶外面的風景也超級漂亮的 飛了兩個小時之後 我們就抵達了格拉納達 然後我們現在降落在格拉納達 那格拉納達是在西班牙的南部 安達路西亞之治區 然後這個古鎮是充滿伊斯蘭文化 整個阿阿伯的這種氣型 那我們等一下就要搭公車到市中心去 大概要搭一個小時左右 車票一個人是3歐元 而且可以刷卡 非常的方便 還好我們一下飛機就用跑的 不然現在客門 沒上車的話就要再等一個小時 那搭了一個小時的車子 那我們現在到了格拉納達的市區 那我們先到飯店check-in 這個飯店的大廳雖然小小的 它是蠻漂亮的 有一種像是中庭花園的感覺 去看一下我們的房間 雖然不大但是感覺不錯 那因為今天都還沒有吃過飯 所以現在就先去街上走一走 看一下有什麼吃的 那在這邊因為是充滿伊斯蘭的文化 所以其實在主要的街道上 跟還在西班牙 但是你隔一條街就來到阿阿伯的世界 那在這個主教堂的周圍是伊斯蘭的街區 那不過因為今天是聖誕節 而且是星期天晚上 所以很多店都已經關了 那我們明天下午會再來這邊逛逛 那因為一整天都還沒有吃東西 所以我們找到一間餐廳 就趕快進去來吃晚餐 那我們剛剛來到了阿爾拜新區 這個阿爾拜新區就是一個 阿博文化非常濃厚的地方 那這間茶館就在剛剛阿爾拜新區的入口 那所以我們就先來這邊吃晚餐 等一下再去逛整個阿爾拜新區 那這家餐廳可以看到它整個就是完全阿拉伯風格的味道 包括牆壁座椅它的燈飾 那它料理也是有很多阿拉伯的食物 我們有摸個料 等一下我們就來嚐一嚐他們的食物 那這裡有這個阿拉伯的小杯子 還有阿拉伯風格的小茶壺 現在我來把它倒進去 現在我來攪拌攪拌 來把它喝一下巴基斯坦的奶茶 這個味道跟我在杜拜機場的麥當勞喝到奶茶 味道有一點像 但是這個又比那個更清淡一點 因為它裡面還有一個涼涼的味道 那我自己本身蠻喜歡這種香料的味道 那有些人可能會喝的不習慣 那你們可以自己來嘗試一下 好,那我點的這個是羊肉 那下面有一些米 那它其實叫做古斯米 那它是一種像小麥的植物 那我現在來幫大家試吃一下 那這個羊肉呢就是有一股阿拉伯風味 那加上它有一點淡淡的羊燒味 因為我本身是這個羊肉愛好者 所以這個羊燒味我非常喜歡 好,那我點的這一道是Tajin 然後它是用牛肉做的 那其實這一種烹飪的方法 其實牛羊雞豬各種的肉類都可以用這樣的方法來製作 那它是用非常特殊的容器去做的 煮的方法就是用燉的方式 然後再加上一些Dates 就是他們中東的藻類 那也是北非 特別在北非、摩托哥、土尼西亞、奧爾吉利亞 非常喜歡這一種料理 然後我來試試看 感覺它有帶著一種孜然的味道 非常香 然後其他應該要再搭配旁邊的麵包 我們剛剛點的Pita Bread 下面的Pita Bread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阿拉伯的餅 這個餅非常的香 非常好吃 那在阿爾拜信區這邊有非常多像這樣的阿拉伯茶館 那如果來到格拉納達 就一定要到其中一家的茶館去體驗阿拉伯的文化 那我們剛剛就是吃這一家茶館 然後整個坡道上去 我們等一下會走到一些平台 然後再上去一點可以到山上去看這個 Alhambra皇宮的夜景 可以看到這兩側賣阿拉伯的包包 然後很多燈飾 這都非常漂亮 然後有一些皮夾 他們的布料 然後還有他們的吊飾 那我們現在就是一直不斷地爬樓梯 等一下要到這個山的最頂去看這個夜景 終於走到了這個山頂 前面就是我們的這個阿爾罕布拉宮 那我們現在來到了聖尼布拉教堂旁邊的廣場 那這個廣場就可以看到整個格拉納達的夜景 還有阿爾罕布拉宮 那這個地區曾經被摩爾人統治過 也就是阿拉伯人 大概從7世紀到14世紀的時候 那這一個阿爾罕布拉宮 就是以前奈斯王朝的首府 那現在因為是晚上 所以有很多人坐在椅子上 或者是城牆旁邊 來看這個夜景 那聽說在格拉納達這邊的tapas店呢 只要點飲料就會送一盤海鮮 我們來去看一下是不是真的 今天是這個聖誕夜 那我現在來到這個廣場 它就有很漂亮的聖誕燈 那我們就在這邊附近找一找 看有沒有好吃的tapas店 那我們現在來這邊點杯飲料 那因為剛剛走了一圈 連有名的店都爆滿 那我們看到路邊有一家還有位子 那我們就走進來 然後就點了兩杯sangria 看看它等一下會不會送炸物 那因為這家店 它不是典型的西班牙tapas餐廳 所以我們點飲料 它附的是肉丸加上薯條 那雖然不是正統的tapas 但這些也是免費的 它就是肉丸 那上面還有一點香料 還不錯吃啦 索馬利亞的奶茶 非常香 在這邊呢 你只要點飲料 它就會送炸物 從這邊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這個 阿爾罕布拉宮 用大理石做的噴水獅子 這個景太漂亮了吧 阿爾罕